英特尔今年最中棒的炸弹 i7-8700K 总算是解禁了 那我们也是有幸获得了首发评测的机会 带大家来看看 被AMD逼极了的牙膏厂 究竟造出了什么样一个大杀气吧 首先介绍一下测试平台 主板采用了技嘉AORUS的Z370 Gaming 7 实相供电 这一次的技嘉新主板 在外观上感性还是非常大的 一改往日沙马特的外观设计 这一次的银黑钢铁风格还是比较耐看的 散热器采用了酷冷Master Liquid Pro 240水冷 内存这次使用的是微钢的XPG 16G3000套装 这是一款RGB的灯条 流光效果还是非常酷炫的 显卡使用的是GTX1080公版 而硬盘则是使用了普科特的M8SEG 256G版本 咱们尽量使用高端一点的硬件 不给CPU造成瓶颈 最后电源采用了海盗船的HX1000i 保证稳定的供电 首先来看一看i7-8700K在规格上的改进 这一次的8700K相比7700K的规格提升是非常巨大的 首先最显而易见的 核心数升级为了6核12线程 盼星星 盼月亮 盼了7年 牙膏厂总算是给消费解爱器加了两个核心 咱们表示习大补奔的同时 当然也是有一句马买皮箱讲了 你呀早点干嘛去了对吧 为了应对多出来的两个核心 8700K的L3缓存也从8兆增加到12兆 全核心锐屏从4.4G降低到全核心4.3G 而TDP则是从91W增加至95W 英特尔毕竟是英特尔嘛 增加了两个核心才降频0.1G TDP也没有增高多少 看来这个14nm++的这个加号还是有点意义的 除此之外 8700K的内存基础频率也提升至了2666兆 高频内存无疑是越来越重要了 当然了 玩家们买不买得起高频内存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嘛 8700K唯一的遗憾在于核显 这次的核显仅仅超频了50MB 并且加入了OpenGL 4.5的支持 性能上几乎没有提升 看来牙膏厂这个CPU跟核显二选一嘛 总得有一个挤牙膏的 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来看看测试结果吧 首先来看看传统测试项目 在国际相机中 8700K获得了将近25000分的成绩 相比7700K提升显著 同时也完全不输给对手1800X 由于相机只能支持16个线程 所以两款顶级处理器并不能完全发挥出性能 在反映单核性能的SuperPi中 8700K跑出了8.55秒的成绩 由于主频要比7700K低一些 所以8700K的单核性能要稍逊一筹 我们又测试了娱乐大师 由于新版娱乐大师对多核有不错的优化 8700K的表现虽然要强于7700K 但是也算不上非常优秀吧 和i9R、TR等多核的老大哥相比 依然有不小的差距 最后在i-64的内存与缓存性能测试中 8700K的L1、L2读写性能相比7700K有所提升 而内存性能基本上保持一致 再来看看专业软件性能 首先是最具代表性的Cinebench R15 这个测试反映的是C4D的渲染性能 对于CPU的多核表现要求较高 8700K的表现还算不赖 虽然和8核的1800X还有差距 但是无论和上一代的7700K 还是和同为6核的1600X比都更胜一筹 而在代表了V-Ray渲染性能的V-Ray Benchmark中 8700K进一步缩小了与1800X的差距 可以说Intel的消费Gi7 总算也是具备了比较好的3D渲染性能 在代表视频转码性能的Media Code测试中 8700K相比700K同样有不小的进步 不过以上三项测试 由于能完全利用上多核的优势 所以8700K相比核心数更多的7900X或者1950X 都还有不小的差距 而在更加注重单核和内存性能的Adobe全家桶中 8700K的表现就很惊艳了 A1测试中又是7秒的成绩冠绝群雄 要比对手们都强出不少 而PS中凭借4.3G的主频同样获得了1.44秒的成绩 在非常注重内存和缓存性能的RAR测试中 8700K的成绩远远超过了7700K 解压性能相当不错 可以说由于兼顾了高频与多核 8700K虽然未必能在所有的专业软件中取胜 但至少每个项目都表现尚可 最后是游戏性能 先来看一看3DMark Firestrike的理论性能测试 游戏一向都是英特尔的优势 那么高频6核的8700K自然也不例外了 在FS的物理测试中 不仅比7700K强了32% 同时也超过了1800X 不过当我们实际运行彩虹6号围攻的时候 8700K的性能虽然还算不错 但并没有强于7700K 同样的在运行战锤全面战争的时候 8700K虽然干翻了Ryzen 但表现依然不如7700K 最后我们尝试了战第一 这一次8700K总算是发挥出了应有的表现 打败了在座所有的CPU 可以说目前绝大多数的游戏 看重的还是CPU的单核性能 有的游戏能利用上4个核心 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说到底 这还是游戏的开发成本决定的 毕竟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 还在用4框框或者2框框的CPU 仅仅为了满足那么一小撮 使用多核CPU的玩家 开发商又有什么理由 去花额外的钱请人做多核优化呢 这些额外的优化工作 对开发者的利润其实是毫无贡献的 所以我们只能希望多核能尽快普及起来 这样以后开发者才会对多核CPU更加重视 不过话说回来 由于8700K在增加了两个核心的同时 兼顾了高频 所以游戏性能我们测下来还是比较强劲的 前面我们说了 i7 8700K是一颗能文能武 能工作也能用来玩游戏的 全能型的CPU 那么它在温度和功耗测试中 也能表现得那么神勇吗? 这就不见得了 由于依然采用了硅脂作为顶盖中的导热戒指 8700K的温度表现有些悲剧 即便我们使用了高端的240水冷 FPU的烤机温度仍然达到了72度 相比之下 采用了千焊设计的1800X 烤机温度只有59度 显然低了很多 英特尔这个万年不换的硅脂 真的是令人揪心 功耗方面 空载状态下 8700K平台的整机功耗是51W CPU单考时 8700K平台的功耗是164W 相比7700K平台仅仅略微上涨了一点点 考虑到这一次多塞了两个核心 还没怎么降频 可以说8700K的功耗控制还是相当不错的 14nm++的所谓新工艺还是立了点功的 咱们测试一个CPU 除了看它的末屏表现之外 当然还要超个屏了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8700K的超频潜力如何 我们首先将电压设置为1.25V 超频至5G 8700K很顺利地通过了测试 25跑出了1659分的成绩 这个性能已经超过了1800X末屏下的性能了 那我们继续向上探索 最终超频到了5.2G 电压为1.37V 此时的25跑分已经超过了1700分 这个性能甚至已经打败了上一代旗舰 i7 6950X了 堪称恐怖 其实8700K的超频潜力 还远远不止1.37V 5.2G 只可惜由于采用了硅脂散热 此时的满载温度已经接近100度了 哎 牙膏厂毕竟是牙膏厂嘛 它再怎么良心 也能给你搞出点事情来嘛 如果玩家想要继续往上超频的话 就需要开盖更换液态金属了 此外在超到了5.2G之后 CPU Package的功耗已经达到了160W以上 所以想要超频的朋友 务必选择一个供电靠谱的好主板 并且要在BIOS里解锁TPP的限轴 最后来说一说价格 尽管国外359美元的定价看起来很良心 但据我所知 国内第一批国行价格可能达到3000元以上 并且不排除有奸商炒货的可能 那我的建议是在上市之后等待一个月的时间 等货源稳定了 散片也开始大量流出的时候 价格自然会有所走低的 可以说英特尔在AMD的紧逼之下 还是交出了一份比较让人满意的答卷 这一次的i7-8700K 无论是在多核至上的专业软件中 还是在注重高频的游戏里 都能有不错的表现 对于发烧友来说 它也是近年来英特尔超频潜力最大的一颗CPU 不过英特尔的商人嘴脸 依然还是在这颗8700K上体现出来了 不管是硅脂散热也好 还是国内外的首发定价也好 看起来都依然缺乏诚意 毕竟英特尔是什么尿性 咱们心里还没点B-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你对于英特尔的这一款大牙膏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告诉我们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极客湾 以及淘宝店铺极客湾电脑超市 最后别忘了收藏转发一下我们的视频 再点一个关注哦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啦